303大停電讓549萬戶 無電可用 全台四成都是受災戶 甚至還有人連停12小時 損失慘重 但看到賠償方案 大家心更痛 工業和民生用電 停電6小時之內 電費打95折 超過6小時電費打9折 民眾氣炸麻煩 有點離譜 沒什麼意思啊 沒有意義的東西啊 都不夠啦 哪有夠啊 這個小時如果是餐期的話 那根本一整天就不用玩了 就只有那幾百塊錢能幹嘛 不僅店家不滿 網路上更湧入千人洗版通罵 大酸說藥妝店滿488 都還有88折咧 有網友哀嚎 95折就算什麼補償 是賠個毛啊 更有人反問是在打發糾菜嗎 你要撿價 你要撿油桿 1000塊撿50塊這樣油桿嗎 買雞排買一份都買不夠啊 打5折才會油桿 全台大停電 經濟部和台電的賠償成績 更讓大家生氣氣 台電更被發現 照領4.4個月年終 有人就認為 應該停電一次就扣薪一次 不解為何賺錢 你來賺賠錢 我來賠 我完全不反對給基層員工 年終獎金 但我反對給王美花一毛錢 六次電力相關的爆炸 王美花還在繼續領錢耶 她領一毛錢 我都覺得不值得 你覺得不值得 人家繼續當高官 停電損失動輒上千上萬 難道政府的道歉誠意 只有那幾十塊 記者黃毅俊 陳怡榮 拍片報導 可待在早晚的日子裡 現在是既然存在 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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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